我们在此插播一则爆炸性新闻 随着这一爆炸性事件的发展 请继续关注本典新闻的进一步更新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 你能想象当大卫王与巴什巴和他的丈夫乌利亚 那位国王军队中忠诚的老兵之间 可耻罪恶的罪行开始泄露时 以色列人民的反应吗 我猜想起初大多数以色列公民都感到震惊 无言以对 大卫王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传奇 也是人民的精神英雄 他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是以色列甜蜜的诗人 是耶和华向他许下应许的国王 撒末尔记下七章十六节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今天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外邦基督徒 和热爱旧约与新约圣经的人 每当我读到在撒末尔记下 第十一至十二章中大卫的罪行 忏悔和的赦免时 我仍然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对他所犯罪行的描述让我感到可怕 并深深刺痛我的心 如果大卫王能够堕落到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 那么如果我们放松警惕 让撒旦在我们生活中立足 任何人都可能会陷入同样的罪恶中 如果你关注我们频道足够久 你就会知道 在评论区其中一个人们谈论最多 并有不同观点的是 有关救恩永恒保障论 或者有人用一次得救永恒得救这个词 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个词 根据这些评论的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许多人并不理解救恩的概念 但他们同时也并不理解 他们所相信的另一个概念 许多人不相信救恩的保障 他们认为信心必须加上持续的行为 而人不会失去救恩的意识形态 不符合圣经 其中包括这几个原因 第一 救恩的保障淡化了罪的后果 似乎给了人们犯罪的许可 第二 他没有考虑到神的旨意的全部 而只关注应许的一个方面 第三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得救 他们可能就不太愿意追求圣洁的生活 和服从上帝的命令 此外 他们认为 救恩的保障概念 没有考虑到自由意志 而自由意志是上帝无法剥夺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论点 他们都有一定道理 我不在这里逐意回应这些观点 那需要另一个影片 事实上 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非常好 因为他们相信 得救并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一个持续留在基督里的过程 因此 不能以为一旦得救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 而不承担任何后果 这样的理论 对于警惕基督徒 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 远离罪恶是有一定果效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 里面内容有一句话说 即使不用圣经支援 用头脑想也知道人 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不是他的结论 而是用头脑想这个词 激发了我的思考 如果用头脑想 用理性和逻辑分析 我无法原谅 对我伤害至深的人 如果用头脑想 有的人因为过去的错误 而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 如果要靠自己洗清罪恶 可能做到死 也无法弥补 如果用头脑想 大为罪恶滔天 最终怎能成为 合神心意的人呢 今天 在我们继续之前 我祈祷圣灵 引导你明白上帝的话语 现在 让我们回到 大卫王的故事 他的故事 至少向我们表明了 三个原因 那就是 我们任何人 都不能没有上帝的恩典 首先 大卫的故事表明 即使是最优秀的人 在达到上帝的 公义标准方面 也远远不够 罗马书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提醒我们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耶稣的时代 一些看起来最虔诚 以及在行为上最虔诚的人 就是法利赛人 但耶稣告诉他的追随者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 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大卫王是一个 和神心意的人 但他也是一个 迫切需要神恩典的罪人 他认识到这一点 并在诗篇第五十一篇 第五节中 描述自己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他承认自己有罪 悖逆 从母腹中就如此 第二点 大卫的故事表明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 我们所有人 作为罪人都该死 都会被永远打入地狱 先知拿丹给大卫讲了 一个预言 说一个妇人 偷了一个穷人 唯一的宠物羔羊 大卫在听到 这个预言后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行这事的人该死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宣告 罪的公价乃是死 死亡和地狱是 每个罪人应得的判决 包括大卫 他向拿丹承认 他得罪了耶和华 第三 大卫的故事表明 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才能找到 美好未来的希望 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大卫诚心认罪后 先知拿丹向悔改的王保证说 上帝不致他死罪 撒末尔记下十二章十三节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因为上帝的恩典 大过我们所有的罪 以福所书第二章十节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每一个深入研究信仰的基督徒 都应该理解 我们无法在基督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工作上添加任何东西 他为我们的救赎 付出了全部代价 耶稣在被无情的鞭打之后 挂在十字架上数小时 为我们的救赎流血 他死了 为我们灵魂的战斗结束了 他赢得了胜利 有一些人相信 耶稣所做的还不够 我们的救赎 还依赖于我们做的某些事情 比如受洗或要穿戴什么的 让我们谈一谈洗礼 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受约翰的洗礼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说 那些相信了耶稣所传的道的人 都接受了洗礼 洗礼确实很重要的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受洗 但这是我们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死 埋葬和复活 以获得救赎的证明 如果你还不知道洗的意义 让我简单和你说明 以下是基督徒洗礼的几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 象征性的仪式 洗礼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 代表着信徒对基督的信仰和他们与基督的联合 通过水的象征性 洗礼显示了信徒与基督死而复活的经历 并表明他们的新生命和信仰的转变 第二 信仰表白 接受洗礼是基督徒公开表明他们的信仰和归向基督的决定 这是一个对上帝和教会社区的承诺 同时也是对基督的忠诚和顺服的展示 第三 神圣命令 在基督教圣经中 耶稣命令信徒要接受洗礼 这被认为是一种遵守基督的命令和遵循圣经教导的方式 第四 教会入会 洗礼通常标志着一个人成为教会的一员 在接受洗礼后 他们成为教会社区的一部分 享有教会的权利和义务 并得到教会的支持和祝福 总的来说 基督徒的洗礼象征着信仰的转变 对基督的承诺 以及成为教会社区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重要的仪式 对于基督徒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 我们不是通过洗礼获得救赎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 施洗约翰为人们施洗 甚至为耶稣施洗 但请记住 那是在十字架之前 犹太教要求人们在开始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比如结婚或为安息日或圣日做准备之前 进行一次名为米卡的一世性沐浴 以净化心灵 耶稣在开始传教之前也接受了洗礼 但绝对不是为了救赎或净化 他是犹太人 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成全律法 耶稣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耶稣是我们应当效仿的榜样 通过悔改我们的罪 我们开始在基督里过一个新生活 并受洗以象征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此外 有的人做错了事 希望通过做善事与功德 以弥补过去的罪名 但这也不能带来救赎 不止无法带来救赎 一些人因为过去的错误 愧疚一生 使他们无法释怀 无法原谅自己 而一生过着痛苦破碎的生活 我们无法在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上添加任何东西 但一旦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 除了通过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就需要悔改 远离我们的罪和世俗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你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救赎 但却继续拥抱 你声称已经悔改的罪 那是不合理的 雅各谈到了 从思想到行动的连锁反应 是如何发生的 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至十六节说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迁移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我们需要停止 与那些会将我们 引回救习惯的朋友交往 免得是我们容易陷入诱惑中 救赎完全是通过基督来实现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不能使我们比第一次归向他时 更得救 唯有他的恩典 才能拯救我们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八至九节 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你能想到 任何你能做的事情 来拯救自己吗 你并不比上帝伟大 所以我们都需要将我们的信心 放在上帝和他在十字架上 完成的工作上 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 赢得奖赏 我们内心的渴望应该改变 我们做事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而是为了基督的荣耀 我们的信仰 应该激励我们去行善 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 虚腹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需要活出我们的信心 耶稣曾行过一些神迹 他用饼和鱼喂饱了一群人 他们想从耶稣那里得到更多 并知道他要去海的另一边 他们跳上船 准备在那里与耶稣会合 然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记载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的宝 我们可能会试图愚弄耶稣 让他认为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 我们寻求他 是因为我们感激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想要跟随他吗 还是我们只是想要一份保险 并不想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 他能分辨虚假的信心和真实的信心 他也知道哪些是虚假的行为 哪些是为他的荣耀而做的行为 耶稣告诉那群在海那边见到他的人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七节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恩典是免费的 我们不必为我们的救赎而努力 但出于感激 我们需要为主劳力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节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我们只需要有信心 上帝使我们的救赎变得非常简单 但人类试图使他复杂化 教会的教义通常有常常的 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清单 但上帝说只要有信心 那信心应该促使你为上帝工作 你可能认为你无法做任何配得上他的事情 但你可以在圣灵中行走 而不是在肉体中行走 你可以向邻居做见证 或者你可以为人们祷告 使徒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 告诉他们如何避免犯罪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乐了 顺着圣灵形式是以圣经为你生活的指南 你可能依恩典得救 但那信心的证据是用你的生活来荣耀上帝 使徒彼得在学习行在圣灵里的道路上 经历了一番挣扎 他跟随基督三年 但直到复活后才真正有了信心 耶稣特别让彼得知道 尽管他有失败 但他被拣选担负一个非常特别的使命 彼得要成为一名牧师 照顾并教导那些将要信主的人 彼得大多数的教导是通过吃苦来学习的 但他忠实地侍奉了耶稣 他给信徒们写了很多鼓励的信 我们都需阅读 并把他们记载心里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至四节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既因我们认识 耐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彼得肯定了他读者的信心 并鼓励他们在信心中行走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至八节说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接果子了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行为会拯救一个人 而是说行为会通过我们的信心成长 雅各谈到了死的信心 彼得也与他一致 在接下来的第九至十一节 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尽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疯疯复复的 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彼得知道他很快就要因信心而被杀 但他留下了对他的羊群和对我们的鼓励 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信仰 他的行为荣耀并彰显了耶稣 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中都会犯错 但当我们悔改时 他总是愿意原谅我们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信心是建立你生活的基石 耶稣为你舍了生命 让我们为他而活 荣耀他 你是否知道 作为神的儿女 需要高度的尾声和意志 你是否意识到 你很有可能在不经意间 被这个世界的琐事 忧虑和对成功无止境的追求所左右 从而偏离了神的道路 如果你不提高警惕 就很容易偏离神的轨道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知道一些迹象 来检视自己是否正在远离神 使你可以立即悔改 并真诚地回到神身边 在这段视频中 你将了解到你 正在偏离神的道路的七个紧急征兆 在我们继续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本频道 请先订阅我们 谢谢 真言三章五至六节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知引你的路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偏离神的道路是逐渐发生的 这是一个开始时 不会轻易发觉的过程 在你意识到之前 圣灵已经离开了你 使你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 你肯定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要注意这些迹象 第一 你不敬畏或荣耀他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做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并此外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当你不再敬畏神时 就是你遍离神道路的第一个迹象 当你敬畏神时 你会只想做取悦和荣耀神的事 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你都需要扪心自问 这会荣耀神吗 这会荣耀神吗 但是 一旦你开始做事而不考虑神 那么这就清楚地表明 你已经不再走在神的道路上了 传道书七章十六节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 何必自取败亡呢 这段话在提醒我们 不要自以为是 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通常会认为他们之所以正直 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然而 人类的邪恶不仅体现在杀人 偷窃和淫荡等方面 还表现在偏见 歧视 轻视和冷漠中 在批评和评判他人的态度中 在尖刻和讽刺的言辞中 更在报复和惩罚的行为中 在你说出仇恨的话语之前 在你暗中的享乐之前 在你做这些事之前 你考虑神了吗 你是否想过 这么做会使圣灵忧伤 第二 你不认为 祷告是必要的 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说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然后在第五节说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来缠没我 铁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七节 也强调了要不住的祷告 祷告证明了 我们对神的持续依赖 她将我们与神的心相连 帮助我们了解 神对我们的心意和旨意 她帮助我们所做的符合神的计划 跟随她的引领 这就是耶稣在世时 从未停止祷告的原因 当你开始把祷告当作一种选择 而非必须时 你就会逐渐暴露在不健康的氛围中 这些氛围会腐蚀你 把你引入歧途 堕落对人的其中 最大影响就是使人变得独立于神 本来人不是被造在神之外生活的 人作为一个受造物 是从神而来的 需要神才能生存 但是当你停止与创造你的神交流时 你就与神隔绝了 而神是你的生存线 耶稣每天都在与神交流 因为祂是一个活在世上的人 人并不是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生活的 因此 如果你可以连续几天没有与神交流 而没有渴望与祂交流 那是你开始偏离神的道路的迹象 树木需要土壤才能存活 无论树长得多大 他都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 自己不需要土壤 如果离开了土壤 他就会开始自然死亡 雨永远不会离开水 他也许喜欢探索 但他知道自己的边界 一旦离开水 他就会痛苦地逐渐死去 同样的 没有神 人类也无法过个满足 而有意义的生活 当你越试图这样做 会导致逐渐地自我毁灭 在你的生活中 一个迫切需要注意的迹象 就是你的祷告生活如何 你是经常祷告 还是偶尔祷告 你将祷告视为必要的活动 还是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祷告 你的答案将决定你当前的心灵状态 第三 你忽略了信徒的聚会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辞 我相信神 但我不相信教会 或者说 我信的是耶稣 不是宗教 只要有心 去教会只是一种形式 有去教会 不代表就是前程 我相信 你肯定听过许多人 不去教会的一百个理由 事实上 信徒们的聚会 是基督留在世上的 主要保护系统之一 用于安慰 鼓励 纠正 和兼顾信心 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的肢体 基督是头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彼得贤书二章五节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时 被建造成为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我们都是活时 被用来建造属灵的房屋 一个人不能建造房屋 我们需要在一起 如果你发现 自己有一种不寻常的想法 轻视信徒的聚会 那是你已经开始 偏离的一个重要迹象 有些人告诉自己 他们可以在家里 与神见面 不需要教会 他们不记得 一旦煤炭 与其他煤炭分开 他就会迅速失去活力 当他们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时 才能燃烧起 熊熊烈火 基督建立教会 是为了让信徒们 有一个大家庭 拥有同样的盼望 同样的信仰 和同样的主 没有人能够独自成功 当你认为 你可以独自成长 你可以独自强大 那是一个紧急信号 说明你开始 偏离神的道路 不 你不是这样 被设计出来的 我们都需要 他人的恩赐 圣经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九节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我们都有一部分知识 一部分预言 你不可能知道 神的所有层面 你需要他人对神的了解 才能对神是谁 神能做什么 以及什么能取悦 神有一个平衡的视角 现在 请检视你自己 你是渴慕信徒们的聚会 还是轻视他呢 第四 你与不敬钱的人交往 有一句话说 你是你最好的 五个朋友的平均值 你的性格 爱好 兴趣 价值观等 都会跟和你相处 时间最多的 这五个朋友很像 这虽然不是绝对 但有一定道理 有句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当你开始 与罪人和不敬钱的人交往时 而这种交往 超出了与众人和睦相处的正常要求 那么 这是一个紧急信号 表明 你正在偏离神的道路了 诗篇一篇 一至两节中的明确指示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慢人的作为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恶人 罪人 和嘲弄人的人 都是不虔诚的人 他们不从耶和华的律法中 得到快乐 他们的思想 行为 和生活方式 总是与神的旨意相伪 他们总是做神不喜悦的事 与他们共处或交往 就是向他们不敬钱的生活方式 敞开自己 因为你与他们交往久了 他们的想法与欲望 会开始影响 并腐蚀你的心智和思想 他们会引诱你做邪恶 不容要神的事 他们会开始逐渐引诱你 远离对神的献身和承诺 当你与不敬钱的人交往时 他们会耗尽你所有的属灵能量 取而代之的是四亿的欲望 许多人因为与不敬钱的人交往 而远离了神和神赋予他们的命运 参孙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出生伴随着许多欲言 神命他征服以色列的非力士敌人 但当他开始与不敬畏神的 非力士女人大利拉交往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迷失了自己的本质 他逐渐偏离了的道路 他的力量和荣耀也被剥夺了 另一个例子是暗门 他因为与约拿丹的不敬钱关系 而偏离道路的人 这种关系使暗门犯下了 以色列人闻所未闻的滔天大罪 他强奸了自己的寄媚他马 结果他丢了性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必等到像参孙和暗门那样灭亡 才与那些不敬钱的人断绝关系 这些人以诱你所做的罪恶行为 清楚地表明你正在远离的道路 神正等着接纳你 当务之急 是在他们彻底毁掉你之前 就回到神的身边 第五 你对所犯的罪毫无悔意 你偏离神的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 你不会为你所犯的罪悔改 或感到懊悔 你的良心 会因为习惯性的犯罪行为 而变得麻木 真正神的儿女 不会以违背神的命令为乐 或对于违背神的旨意 而毫不在乎 如果你犯了罪 却感觉不到敬钱的忧伤 感觉不到良心的刺痛 也看不到悔改的必要 那么你就已经远离了的道路 神的灵在你里面 使你知罪 无论是未信的 还是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圣灵都会使你知罪 一个接受了基督的人 已经焕然一新 这种新的本性 会让他对自己所做的 每一件错事感到愧疚 这首先会让信徒知道 他在神的律法上犯了错 他需要从自己 致死的行为中悔改 为承认的罪阻碍 你经历神的丰盛 诗篇66篇18节说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最会夺走平安 剥夺神同在的丰富祝福 这是一个紧迫的信号 表明你已经开始 脱离神对你的计划和旨意 第六 你轻视神话语中的责备或纠正 诗篇一篇二至三节提到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但是 当你开始偏离的道路时 耶和华的律法 就不再讨你喜悦了 神的话语 只在教导你 指导你 责备你 并在必要时纠正你 你不应该选择某一方面 你认为适合你的神的话语 然后不遵循你认为不适合你的 因为神的话语 是要全面地为你工作的 如果你只喜欢读神的应许 而开始忽视神的话语中的责任 责备和纠正 那么请检视一下自己 那是你正在逐渐偏离神的道路的迹象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刺入 偷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神的话语是一把双刃剑 总是纠正我们 帮助我们长成基督的神良 如果你已经开始偏离另一条道路 你就很难学习神的话语 因为你不想被责备 你不希望别人告诉你 你错在哪里 你总是轻视神的话语 并试图错误地解释它 的话语适用于每个人 无论他们是谁 开始偏离正道的人 对于花时间阅读 倾听或思考的话语 会存在困难或抵制 他们请看学习经文 因为经文会仔细辨别 他们的动机和内心 皆是他们心中的一切隐秘 第七 你开始遭受撒旦的压迫 诗篇91篇一节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音下 当你与神的关系生动活泼 不断发展时 你就会在神的遮盖下得到保障 仇敌无法伤害你或欺压你 因为他惧怕神 当撒旦与神谈论约伯时 他宣称神已经在约伯和他所有的周围 筑起了篱笆 这意味着作为神的儿女 撒旦永远无法触及或欺压你 因为神的遮盖和保护在你身上 撒旦承认你是神的受高者 不应该被触及或伤害 但是一旦你开始偏离神 你就开始脱离神的遮盖 暴露在魔鬼的操纵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醒我们 勿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因此 亲爱的朋友 保持警醒就是让自己在的同在和庇护范围之内 当魔鬼开始压迫你 从四面八方攻击你时 你知道自己正在偏离的道路上了 这是一个紧急的信号 当你注意到这一点时 表明你已经开始偏离神的道路 你需要迅速回头 以免被魔鬼制服 现在审视一下自己 这些迹象在你的生活中明显吗 你觉得荣耀神很难吗 你认为祷告是一种选择吗 你轻视信徒的聚会吗 你对罪毫无悔意吗 你轻叹神的话语吗 你觉得与不敬前的人交往很舒服吗 你是否注意到魔鬼最近一直在攻击你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你肯定已经偏离了的道路 请检视你的内心回到身边 如果你呼求他 他会回应你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今天我谦卑地来到你面前 在你面前说出我的心意 我知道我的心是一切决定的源泉 主啊 求你查验我的心 就像我查验自己一样 我也许不知道已经重在我心里的倾向 但你知道 请帮助我的心永不偏离你的道路 我知道你是通往生命真理的道路 请帮助我不要偏离这条路 主啊 在我生命的每一个方面 我都没有将荣耀归给你 我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感到骄傲 所以请原谅我 我知道你创造我是为了你的喜悦和荣耀 请帮助我 让我的生命能够在一切事情上荣耀你 我不想成为另一个尼布甲尼萨 我谦卑地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我是你的 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请帮助我在言行中始终尊崇你 主啊 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祷告 我现在做的肉体运动多于属灵运动 请以你的怜悯使我恢复 让你的火开始在我安息的心中燃烧 帮助我重拾对你话语的爱和喜乐 我顺服你在话语中 给我的每一个指示责备和纠正 我接受完全顺服你话语的恩典 让我的生命像栽在河边的树一样 结出果实 主啊 我祈求今天切断我与不敬前的朋友的联系 让我回到信徒的团契中 尾身侍奉 主啊 求你医治我 恢复我的一切 赐给我恩典 使我能完全胜过魔鬼和他的同党 我为我那些不虔诚的朋友祷告 求你让他们重新回到你的家中 让他们都接受你的光和救赎 愿这个世界的忧虑 不会让我偏离这条道路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如果你领受到这信息的祝福 我们邀请你以赞助的方式支持这个事工 你可以点击以下描述框的链接 成为我们的固定赞助者 或以请我们喝咖啡的方式一次性赞助 通过这事工让你的力量发挥影响力 成为世界的一点亮光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请别忘了在评论区输入阿门一词 或分享你的收获 也请记得点赞订阅装备生命频道 以获取更多能提升你属灵成长的视频 谢谢 感谢你的聆听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